绿豆汤是众所周知的消暑神器 马来西亚一年四季都是夏天 所以绿豆也是我家永远不会缺少的一味食材 我的绿豆汤有些与众不同 孩子们都非常爱喝 所以今天就想把我家用了十多年的绿豆汤的配方分享给大家 所需要的食材就是这些 这里的薏米是小薏米 而不是那种大颗的义以仁 首先把已经洗净瀝干水分的绿豆和薏米倒入锅中 再加入两升的清水 关上锅盖大火煮至沸腾 转中小火煮45分钟 火力的大小可以自己进行调节 总之要保持这锅绿豆汤是沸腾的状态 但是又不能一锅 绿豆在煮的时候我们来处理一下这个糖冬瓜 把它们剪成小块 小薏米呢我们就这样浸泡在水中 绿豆并没有提前浸泡 但是45分钟以后绿豆也是粒粒都开花了 加入冲洗锅并且沥干水分的糖冬瓜和小薏米 糖冬瓜具有非常好的清热生津止咳之功效 非常适合加入夏日的甜品中 冰糖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加入 然后继续关上锅盖煮15分钟 一锅非常美味并且非常消暑的绿豆汤就完成了 我们全家都比较喜欢这种略带浓稠的绿豆汤 如果你喜欢非常稀的绿豆汤 那可以增加水的分量 这锅绿豆汤不只是好吃这么简单 而且真的是非常健康非常的营养 把食疗融于日常的饮食中 长此以往会有意想不到的功效 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